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9号星期二的中式早安新闻 我是李晴 新闻一开始马上带您关心 在昨天晚间高雄一名女驾驶开车左转 撞上了陆军部校的围墙 随后又倒车撞上了路旁的路灯 短短几秒钟内就自撞了两次 而在车祸发生后 女驾驶受困车内 警消赶到现场破窗救人 详细的状况连线给记者王一德 是的主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大马路上一辆黑色轿车在路口左转 接着直接撞上一旁陆军部校的围墙 撞车后轿车驾驶赶紧倒车 没想到再度自撞 车尾猛力撞击路旁的路灯 营区内的国君弟兄看到吓了一跳 就车子然后撞然后倒退 然后再撞那边 警消货报后赶到现场救援 拿着盾器不断敲打车窗 将驾驶救出送医治疗 二次自撞意外发生在八号深夜 高雄凤山凤鼎路 当时52岁的伤性女子因不明原因 开车自撞 车祸造成黑色轿车严重损毁 车头引擎盖撬了起来 钱保险感凹陷 车位也撞凹了一个洞 向左转弯 碰撞到步兵协校围墙后 在倒车进入路口 碰撞到碰顶路北向 宽幻车到辉革岛上的路灯后停止 伤性女驾驶送医后 脱掉业者到场将黑色轿车调走 警方也在现场测绘 要厘清车祸发生的详细原因 以上最新主播